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小孩子的央视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第二段圣经节记载在 马太福音19章13至15节 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按手 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圣经节就读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那些访听的话语 并遵行的人 谢谢林乐与姐妹为我们所读的经文 现在是信息时间 让我们预备新来聆听林健杰传道的分享 他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是 爱我们的下一代 有请 牧师在吗 各位主理弟兄姐妹 大家主理平安 我姓林名叫健杰 来自太平卫理工会 那么我在太平卫理工会牧养 尔少卿 也在昆河牧师 是我的主理牧师 所以在这边也带着主理牧师的问候 来向大家问个平安 大家主理平安 所以很高兴能够被邀请 来到你们的当中 我是第一次来到庆福堂 我觉得哇 太棒了 而且真的很荣幸 能够在这边参与你们的儿童主日学主日 我看到所有的孩子 我觉得你们真的给我反思到到底主日学老师付出了多少的用心 多少的努力和耕耘在当中 你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台上的每一个举动 他们的肢体语言 他们的赞美的歌声 你知道这花了多少时间去建造这一班的孩子吗 从小就根基打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他们只要在未来的成长的旅程 只要他们一举手 他们就知道这个是赞美神的肢体语言 他们只要一做起那个动作就想起某一些的经文 你可以想象到这 残年累积主日学老师多么用心栽培这一班的孩子吗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一个非常热烈的掌声 他们实在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我第一次来我觉得很感恩 也很感谢神 可以被邀请 绝对不是我的事工做得多好 也不是我的能力多好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次被邀请真的完全是神的恩典 而且来到当中的时候看到你们的事工 我就不断地在看你们影片 你们的主日学事工是做得多大 还有外展事工对吧 我刚才看到 然后还有进入学校 这主日学事工做得很 真的是很彻底 所以我来到这边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跟你们堂会一起的来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以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去反思我们下一代的旅程 我们下一代主日学事工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一同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要巴佛我们感谢赞美你 美好的早晨 美好的早晨 这么棒的一个的主日 主要我们看到生命力 我们看到下一代 我们看到孩子们 他们在敬畏神 主要大大小小 不同的年龄层 处在一个空间里面来敬拜 主要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 主要我们献上感恩 愿神主你也敞开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耳朵 好让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 好让你的话语来成为 我们内心里面的反思 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交托 祷告乃是奉 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Amen 今天的主题我把它放在 爱我们的下一代 我不晓得你们在做下一代的工作 会不会很挑战 也或者这么说 我在做下一代的工作的时候 我是确实面对很多的挑战 当我三年前我来到太平堂的时候 几乎那个时候 牧者跟领袖们 他们就发出了一个的讯号 那个的讯号就是说 我们的教会面临一个的状况 我们的状况就是 我们很难寻找下一代的领袖 我们发现到我们在下一代的领袖 开始慢慢的流失 我们要找接班人 我们开始有所担心 我们那个时候的少年人 少年事工大概只剩下 一个的七个人 剩下七个少年人 那七个少年人里面 大概有四位的少年人 他们已经准备要往吉隆坡 去读大学 那么七位里面有四位要出去读大学 那么就剩下几位 很好 就剩下三位 那个时候剩下三位 甚至教会有一些的反应是说 剩下三位 是不是开始少年事工就要倒了 那么是不是这事工就不做下去了 那这些的声音就开始 就开始担心了我们 我们就开始为这下一代 开始担心 所以教会就开始提倡说 我们开始要站起来 我们要夺回下一代 我们要为下一代发生 我们要为下一代展开新的工作 所以太平坛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少年的工作 我们才开始寻寻觅觅 不断地找少年人 然后不断地凑 不断地凑 那感谢主 现在还有一班 还有四五十少年人 在我们的当中 那是用两年的时间 少年人回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现在我们开始谈一个课题 那个课题是 主日学施工 这少年人两年时间 可以五十人 可是主日学施工不容易 主日学施工 在我们太平的阶段里面 我们这两年 我们主日学原本六十人 开始慢慢地滑落 这滑落有很多的原因 我们就开始探讨这太平 主日学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才开始知道 我们主日学施工 开始变得非常沉闷 我们才知道孩子们 在当中很无聊 我们才开始知道 孩子们有别的选择 我们才知道 原来别的宗教 也在做主日学施工 这太平也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这别的宗教也开始 做的主日学施工 也做的比我们基督教还来得好 我们在台上跳的舞 唱的歌 看起来在别的宗教 好像也在做 这开始有了一些的选择 你懂吗 在太平这个地区当中 原本是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对吧 爸爸妈妈 星期天 星期六 就把孩子送来教会 可是现阶段 我们太平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 竟然出现了选择性 所以大部分的孩子开始 很多时候教会 创意 教会的内容 教会的课程 往往很多时候 我们在少年工作 我们可以吸引年轻人 可是来到主日学施工 这就不一样了 你不只要吸引小孩子 小孩子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我觉得 主日学好无聊 我感觉隔壁的那一个宗教 还来得更好 这爸爸妈妈就怎么样 就带去隔壁 看还不错 隔壁这一个 对吧 我们不只是要吸引小孩子 我们还要怎样 我们要吸引大人 这主日学 我曾经还听过一个事情 就是 这主日学听说 太平主日学有说英文 对吗 我把我孩子放过来 就为了什么 可以学英文 原来主日学施工 不只是要吸引孩子 还要吸引谁 还要吸引爸爸妈妈 所以现代的主日学施工 我们只能说 它进入了一个 这不简单 我们之前还在谈青少年 在流失 可是现在年会开始 在谈什么 儿童主日学开始在流失 不过我来到青副堂 我觉得很感恩 我看到这帮孩子 我觉得 你们实在太棒 到底年会旗下 有多少非常着重 儿童主日学施工 我相信青副堂 是其中一个榜样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时候 把旗子拿起来 刚刚我看你们在挥起的时候 旗子要拿起来 对吧 所以我为这件事情 我还是感到非常感恩的 所以我们回到来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的时候 其实这时代 只会越来越挑战 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孩子 其实只会越来越挑战 可是小孩子 下一代 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这个时代的孩子 你知道在华为公司里面 华为公司 现在他们大量去聘请 年轻的少年人 就已经从中学 就开始观察 物色 调查 是否有没有少年人 在幼小 中学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掌握软件 掌握一些的科技 掌握一些的技术 你知道华为公司 就开始聘请 从还没毕业中学 就开始聘请 这为什么 这代表着 很多时候我们看着 这一班孩子们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 随意的手机一拿出来 TikTok随便就录一下 对不对 你根本想不到 他后面有 上千 上万的人流量 在看他跳舞 你往往想不到 你的孩子 在家里 很用心着在读书 在上网 其实他是一个小网红 我来到太平堂 就是这样 这看起来 就是很斯文的 一个小妹妹 我才知道 他TikTok录一下 整万人在看 你可以想象到 这一代的孩子 他们的强项吗 所以孩子属于这一代 他们就属于科技 他们就属于 这个时代 媒体的代表 我们以前 连我自己传到的人 我90年代的 我学个多媒体 我都要花很多时间 原来YouTube 还要这么剪辑 还要混音 还要怎么做打灯 就想了很多 对不对 做一个影片 在我那个时代 我都会觉得 这很专业 这很挑战 可是这个时代 做个影片 不就是哪个Instagram 抖音 这小红书 就这样录 这不就是一分钟的事情吗 就爆红了 你说我们的孩子强不强 很强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时代 所发生的 可是如果教会 我们没有夺回这个的时代 这个教会 我们没有跟着时代前进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这个时代 它会慢慢地流失 但这个时代 慢慢地流失 教会就无法跟时代 走在同一个的阵线里面 为什么 因为教会的前进 教会的科技 教会的媒体 都是属于 不断地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时代的跟进 所以当我来到亲父堂的时候 我就看到 电脑操控 很多年轻人 LED 也是年轻人 这LED 哪有随便玩 外面开个公司 都是三四十岁的人 才装LED 才懂得操控LED 对不对 可是亲父堂的孩子 十多岁就开始学习了 这音响 十多岁就开始学习了 这台上的乐器手 十多岁就开始 可能十岁以下 就开始学习了 这拿相机的 也是年轻人 这一台相机 十多千 二十千 这可以随便给年轻人玩吗 这平时都是大学 才会碰到的科技 对不对 这大学生 要买个相机 也非常困难吧 可是来到教会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这十代 年轻人 你要拿上你的DSLR 就很容易就开始操作了 当你出到大学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别人才开始 才开始学相机 我在教会已经学过了 我在教会已经学过LED了 而且学过音响操控了 这所有的科技 我们年轻人 教会的年轻人 你会发现到 当教会走在 时代的前端 重不重要 这教会不容易被淘汰 在欧洲的国家 有多少间教会 在短时间内 一下子就整百人 整千人 整万人 可是就不过一百年 这教会就不过一百年 这是传承的问题 这是时代的问题 就无法延续下去 教会无法往前走 所以赢得下一代 爱我们的下一代 教会爱我们的下一代 不断地发展 往前走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来看 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就是从这个的角度 我们一起去探导 马太福音 我从十九章开始说起 十九章十三节 那个时候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到 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按手祷告 门徒就怎样 就责备那些人 你们不能让孩子来 这很干扰 我们太平在做青少年事工 在做儿少事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有一些的运动事工 就在教会里面进行一些的运动类 这运动激烈一点 那种孩子就非常有活力 这激动一点 这球一打 就把灯管 好几个灯管给打下来 对吗 就每个礼拜运动一次 就把一个灯管给打下来 这教会也不耐 就开始 传到你的少年人怎么搞的 就打一打 灯泡就打了下来 每个礼拜都要这样修灯泡 也不能嘛 对不对 我是说 当孩子涌入进来的时候 这问题就开始产生 我们在做少年事工的时候 做抚婴工作 外长工作的时候 这有一些少年人 就揽着金色头发的 就在外面好几班 就聚集的 传到 你的少年人怎么都 好像看起来不怎么友善 我敢不敢把我孩子放过来 万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对 下一代 没有下一代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会有所担心教会的未来 可是当下一代涌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怎么办 这教会 还有原则吗 这教会的产业 随便一踢 这储就破了一个洞 这教会的产业怎么办 这 这孩子一踢 这 不同教育层次的孩子一来 那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会去保护 我们就开始去谨慎 我们就开始说 这孩子不能参 这人不能参 这谁不可以 这是我们遇到的状况 我们就开始把特定的孩子 给接纳 某一类的孩子 我们就给分割出来 教会只要这班的孩子 这一班不听话的 这就不要了 这可以吗 这就跟门徒 在跟随耶稣的时候 这孩子所有来到耶稣面前 这孩子就很有活力 就来到耶稣面前 就蹦蹦跳跳 围着耶稣跑 门徒就怎么样 你们别干扰我了 耶稣在教导 孩子们你们还是 乖乖地坐着就好 就这样子 你们不要进前来 可是 这一段的经文 继续发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 他就怎样 他就说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知道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 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 当耶稣表达 这信息的时候 似乎我们可以 从这个的经文里面 从另外一个的角度看到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天国 是这样的人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天国总是要做最大的 对不对 如果这一段的经文 是处在第十九章 如果你们明白 十八章 那个时候 门徒们他们在争议 一个的问题 那个的问题是什么 谁要做最大的 谁要在天国里面做最大的 可是耶稣就说什么 要做最大的 就要做 最小的 所以在天国里面 都是怎样的人 都是像孩子一样 看起来 这孩子的身份 这孩子的定位 他们就是这么单纯 原来 耶稣在表达这话的时候 他希望我们 在心态上 就如同孩子一样 可以这么的单纯 可以这么的 这么的直接 很多时候我们 在服侍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习惯了 久了 我们就会带这个的态度 就是说 这个人 他对我们的利益有多少 这个人 他对我们的好处有多少 这个人 他对我们 到底可以带来什么益处 所以当我们在接待 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在对某一个群体好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就会 被这个世界 已经潜于梦化的影响 我们在这个社会 已经久了之后 这个社会告诉我们的价值观 很可能就是那一种 这人有价值 所以我们才怎样 我们才接待他多一点 我们才对他好一点 可是耶稣说 在天国不是这样子 要像小孩一样 这没有任何被利用的价值 这看起来 就是非常单纯 不是因为他的身份 不是因为他的名利 不是因为这个人的才能 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 而你选择对他好 在天国里面 我们就好像孩子一样 这么直接 更往前的说 我们应该是回到第十八章的时候 更往前的说 耶稣就跟所有的门徒说 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孩子的 其实我们就在天国里面 是最大的 所以跟你旁边的那个的说 凡自己谦卑像孩子的 凡自己谦卑像孩子 我每次都跟我自己提醒说 凡自己谦卑像孩子 我们很多时候 在做主日学事工的时候 我们总会 会不会觉得 主日学事工 不就是 蹦蹦跳跳啊 唱唱歌 跳跳舞 就做做手工 这看起来 主日学事工就是这么的表面 看起来就是 简简贴贴 跳跳舞 这看起来不难 可是当我们 带着一个的态度 谦卑贴 去看这一代的时候 去看孩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你会用同样的角度 用同样的眼光 去看他们的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一点都不一样 当我们谦卑像孩子的时候 从孩子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看他们的未来 你会发现 他们的未来一点都不简单 让我来为你们做几个举例 未来的孩子 他们要面对许多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 也冲击最快的挑战 就是AI时代 在中国 AI时代 现在 已经大量的不断在发展 如果你看中国的话 现在中国大陆 就连 司机都不需要有人 在开 AI都已经在不断的载送 巴士 德士 对吧 都是AI在操控 AI操控的还比人类好 因为AI的计算法 还比人类 开车来的安全 因为人类还有什么 人类还有情绪 对不对 旁边一个人搁你的车 你的情绪来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你就开始 不断地骂 不断地讲 开始驾车 就有一点急臭了 对不对 我们人总会有一些的情绪 在当中 可是AI没有 AI没有这样子的情绪 AI非常理智 AI的演算法 可以平安地把人 送到了目的地 你懂吗 现在听过特斯拉吗 特斯拉的车 它的梦想是什么 它其中一个的梦想是说 以后特斯拉的车 不再是负资产 什么是负资产 负资产意思是说 你买了这辆车 它就一定会怎样 它就一定会贬值 对不对 可是未来 它看见以后特斯拉的车 买了过后 它不是负资产 它而是产业 为什么 而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的车 它仍然可以帮你再赚取 你在做工 你的车 同时间在帮你载送人 你在做工 你在教会 你在服事 可是你的车在帮你赚钱 这好不好 这轻解还很好 这AI时代 可是你可以看到 有多少人损失他们的工作 下一代的孩子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工作领域 现在中国大量流失 应该是说大量辞职这些的律师 为什么 因为律师辛辛苦苦用十年的时间 去完成他的整个旅程 去背 去了解每一个的条规 每一个的历史 每一个的案件 用十年花十年的功夫 可是现在的AI怎么样 它十分钟 就能够掌握 我们十年 所学习的东西 所以以后的律法技 很可能就是AI来判断 所以未来的孩子 他不只是要理性 如果他没有理性的存在的话 他的理性不够 不够AI来得更好的话 他随时都会被AI给淘汰 所以当我们谦卑看孩子的时候 你看他们的未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我们的教育 绝对不能够只停留在理性这么简单 这总是要发展他们的感性 感知 感官 听觉 语言能力 情感能力 人际关系 创意 这一类的东西 是AI完全现在暂时还取代不了的科技 所以当我们在做儿童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到美菲牧师的培训 它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叫多元智能 多元智能里面有分成什么样 左脑右脑 左脑有四个智能 右脑有四个智能 所以主日学在做预备的时候 他们还要怎样 还要审核 是不是他们的所有的材料 发展 安排 设计 都可以 涉及到这八个领域 好让孩子们能够 不只是理性的发展 就连他们的创意力 他们的推算 他们的判断能力 他们的美感 他们的艺术 这是未来不可以被取代的 我的阿公阿嬷 在马来西亚 独立之后 那个时候是农业的时候 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 其实在那个时候 你有一口饭吃 你都觉得很感恩 我每次回到木外 我的外婆在木外 我都听我外婆分享她的故事 她年轻的时候 她成长的时候 就有一口饭吃 有一只鸡可以过年 这都很感恩 这个是什么时代 这个是农业的时代 发展的时候 我们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只对什么 我们只对生存 只要能够生存就好了 所以家里面还谈什么豪华 不就是有一根蜡烛 有一碗饭 这不就是过活了吗 所以农业时代 接着就发展到什么 发展到 产业 应该是说 那个叫什么 我突然间持穷了 那个叫工厂 工厂业时代吧 那个时代发展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 开始 人就开始要求专业 开始要求精准 开始要求科学 开始 在暗的情况底下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要有灯 我们开始对建筑的要求知道 这地整多少集 可以反正 这工业时代来到的时候 就开始变得专业 很多东西就开始去谈论 你的专业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专业是什么 那个时代 理性非常重要 推理非常重要 数学非常重要 科学非常重要 所以那个时代的时候 很多就怎样 就很多人去读什么 工程师 因为那个处在工业时代发展的时候 人就开始有了一些的经济稳定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水准 我们就已经开始来到了一个的条件里面 我们住的房子 我们用的材料 我们用的器具 我们都每一样 我们谈的是安全措施 我们谈的是工程 耐不耐用 这个家 有没有安全 工业时代 谈的是专业 谈的是理性 可是你一发现到 来到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的家庭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把孩子 送去读音乐 我可以问一下 这里有多少人 是父母送你们去读音乐的 可以挥挥你们的手吗 学钢琴 学小提琴 学吉他 学打鼓 有吗 可以挥挥你们的手吗 就开始这个时代 就很多父母 就开始送孩子 好 谢谢你们 你们可以放手了 就开始送孩子 去读音乐 去读画画 那么我可以问大家吗 为什么我们要送孩子 去读音乐 去读画画 很可能大家会给我的回答是 因为教会有服饰 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 可以参与服饰 这当然很好 因为这教会的服饰 就是要一代传承一代 当然有些的家长 可能非信徒家长 会认为 我的孩子就是要读一些的艺术 一些的美感 这样子他可以懂得什么 叫做柔和 学感情要非常耐心 学感情要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有这一个的温柔 所以开始学习 在音乐的过程里面 学习一些做人的技巧 沟通 原来在学艺术 学创作的领域里面 原来他们懂得从颜色里面 怎样去享受神的创造 从颜色的里面 可以找到情绪的稳定 从设计的里面 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连接和创意 现在的父母就开始意识到 我们住不只是要住的安全 我们住不只是要住的舒服 现在的时代 我们住还要住的优美 我们连灯不只是要白灯 我们还要黄灯 晚上的时候有一些气氛的时候 我们要一些dim light 把白灯给关掉 对不对 这开始走进了另外一个的时代 是AI取代不了的时代 是我们的创意力 是我们的美感 是我们的感性 是我们的语言能力 所以你看到主日学事工 在看孩子的未来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当你看主日学事工 他们后面所贴的所有的专题 他们的每一个专题里面的发展 每一个的思考 每一个的内容 你看到孩子的什么 你看到孩子的未来 当我们谦卑去看孩子的时候 当我们谦卑像孩子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主日学事工非常重要 这下一代事工不能被冷落 这下一代事工 他需要被建立起来 所以当我看影片的时候 到底主日学老师花了多少 多少年的时间 多少的心血 去建立 一步一步的根源 所以亲父堂的孩子们 你们非常幸福 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主日学老师说 谢谢老师 我们继续往前 防卫我的名 接待下一个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我要这样子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可以请敬拜团吗 敬拜团 预备一下 凡会有名 接待一个孩子 就等于接待 耶稣一样 我每次在做主日学事工的时候 我都会召集 所有的主日学老师 我都会传达一个的信息 我总会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会在主日学事工 这事工不简单 小孩子的体力比我们来得更加的旺盛 他可以不断地跑 不断地跑 我们追几下 我们可能就很累了 这主日学老师不简单 他们可能两个小时的主日学 他们可能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不断地预备 备课 剪辑材料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就为了那两个小时 为了孩子的教育 为了孩子的学习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爱我们的下一代吗 所以主日学老师 我们在做下一代工作的时候 我们不就是爱他们 接待他们 为了他们的未来 哪怕那一颗种子发芽 我们都在神的国度里面 就这样子被坚定起来 我在六年前 七年前 那个时候我到宾如港福寺 然后我就去了一间教会 那间的布道所 大概二十人左右 那个布道所叫做杜牙人 当中多烂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庆夫堂 因为那个时候 庆夫堂的团队 秀坊姐还有夫妇们 还有团队们 我看到有一些 跳零舞的 他们就去到这个的 杜牙人当中 就去建造他们的主日学施工 那边的孩子 虽然崇拜人数是二十人左右 可是那边的孩子 是十多人 二十人 那个时候我刚到这个的教会 牧师就在楼下分享 那我就很自然就上到楼上 去带领主日学 那个时候我上到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位的少年人 他大概那个时候是十六岁 他一个人 他就撑着整个主日学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这个的少年人 是庆夫堂 一手把他带起来 赞助他去参加亚太 然后回到当中 他就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 他就带着这主日学一个人 然后我知道那个时候 祈福堂偶尔会下去 帮助他 建立他 你知道这个孩子 他就在十八岁的那一年 他就献身给神 他就回应神的呼召 他想要走上全职的路线 然后现在他毕业 他去到了大学 他去了大学 在沙巴念大学 然后 他念大学的同时 他也不忘记他的呼召 他甚至现在在沙巴 的其中一间卫理工会当中 担任整个小组组长的总组长 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这来自哪里 不就是庆夫堂 一手耕耘 谦卑的服侍 默默的接待 终止法呀 未来的时代很挑战 我上两个星期才刚刚到太北 做宣教的工作 那个时候办一个人 办一个一百人的一个的少年营会 我就看着这一百人的少年人 我就对着这一百位的少年人说 我说少年人 泰国的未来很挑战 2024年 泰国接受了 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就跟所有的少年人说 我说在未来的时间 很可能从政治的角度 会要求 各宗教场所 都必须接纳 同性婚姻 我就问在场的一百个孩子 我就说 如果未来有一天 政府要求 所有的教会 都必须接受 同性婚姻 那么在场的每一位 是否你们 也接受 这个的条规呢 当我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百位的少年人 当中有十多位的少年人 就立马举手 就说 我赞同 教会接受 同性婚姻合法化 没有太多的思考 就有十位的孩子 这换句话说 这一个的课题 对这班的孩子们 他们早就已经在讨论 他们早就已经有 这样子的想法 他们早就已经 有这样子的预备 所以我就跟他们 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恶化不说 他们就马上举手 接着我就给他们 两个画面 我就说第一个画面 如果今天 教会 不接受同性婚姻的话 不接受同性婚礼的话 那么政府很可能会采取行动 那你不 你不遵守法规啊 那你这个教会还要来干嘛 就可能就会把所有 教会的设施 全部都要给倒闭 如果政府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的 举动的话 那也很可能 外面的人 就会开始举牌了 对不对 亲父堂 你们不接受我们 走婚礼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你们不接受我们吗 这 你们在反对我们吗 那圣经里面说 神爱世人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是反对我们吗 你们不赞成我们吗 这国家都已经接受了 你们 你们 你们不接受是什么意思 就很多人可能就 拿着旗 拿着牌 然后就开始在教会门口 甚至很可能情绪 激动起来的时候 就冲进教会 就把所有教会 辛辛苦苦给建立的东西 都给打翻 这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的 民族的暴动 可是如果第二个画面 如果未来的教会 我们说 我们接受 同性婚礼 进行在教会的话 那可能会有 另外一个画面发生 第二个画面就是 那么请问 圣经 神创造一男 创造一女 圣经 一夫 一妻 一男 一女的婚姻 请问这个是真理吗 如果这个真理 可以被妥协的话 那么请问 圣经里面 还有多少个真理 可以被妥协 如果圣经的真理 都可以被妥协的话 那么各位 我们的教会 请问建立在什么之上 建立在神话语吗 建立在真理吗 这反正都可以被妥协了 那教会还需要存在吗 那就不需要有教会了 因为真理 随时牧师上来讲的任何东西 这都可以不重要了 因为真理不重要了 那还需要教会吗 所以未来的挑战很大 你们不断的耕耘 灌输 倡导 他们一起齐声 一直背诵 在孩子的未来 遇到任何一个的挑战 他们第一课就想起 心腹堂的主日学 老师曾经教过我什么 当我举手赞美神的时候 我就开始知道 我举手的动作就是敬拜神 而不是去到一些的 夜店里面举手拿来干嘛 就发泄情绪吗 这肢体语言 每一个肢体语言 你们教的舞蹈 都在灌输下一代 这肢体语言带给我 神话语的根基是什么 当我这肢体语言做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就想到我主学 曾经学过的东西 我在台上在唱的时候 每一个朗诵 背诵 孩子都能够背 我刚才看脸上 他们都能够背 我自己也在亚太的敬拜团里面 背诗容易吗 这很难你懂吗 背诗歌 这还要背20多首歌 这很难你懂吗 还要背买岛纹 这更难 可是主任学老师就日夜 不断 忠心 教导孩子 他不只是在 肢体语言 甚至就连他们的头脑 时刻都处在唱美神 荣耀神 所以在未来的挑战里面 AI科技来到的时候 多元性别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下一代 好让他们的根基能够站立得稳 他们就是下一代的领袖 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领袖 他们就是未来教会这个时代的领袖 你们所耕耘的 是帮助教会未来 他仍然站立得稳 Amen Amen 所以让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还有敬拜团对吧 有回应四个吗 我们可以请境外团 带领回应四个 还有别的 先坐下 各位我们先坐下 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他们还有一个的节目 好不好 在我结束以前 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 好不好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主要把父我们看见 这未来的时代很大 这未来的挑战也很大 主要当我们谦卑 站在孩子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孩子们的未来 以至于我们 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付出 每一个耕耘 在神的国度里面 这都是值得的 所以因此主要你帮助我们 祝福亲父堂 祝福亲父堂的主日学施工 祝福亲父堂主日学的老师们 团队们 领袖们 而我们看到孩子们的需要 谦卑站在他们的角度里面 去设计 去喂养 去装备 帮助我们一起前进 我们要跟上这个的时代 不简单 我们要跟上这所有的教育 新的教育内容体系 这一点都不简单 但愿主你祝福我们 好让我们依靠你 主要我们能够跟这时代 一起前进和学习 我们把我们自己恭敬仰望 我们祷告乃斯奉 我主耶稣基督圣明 祈求大家去说 Amen 我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三天 谢谢林建杰传道的分享 现在让我们邀请林秀芳校长 为我们分享主日学事工 好 感谢主 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主日学主日 那么 今天的牧师没有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他去荣耀坛分享 等下父亲话崇拜他会来 那么同时间我也谢谢 从太平坛来的林建杰传道 真的 刚才他在提醒我 我们在好多年前当王牧师 换出去的时候 我们去这一个 Pasio Pinji 尤其是Tualan这个地方 去服侍这些孩子们 那一般跟我一起去的孩子 就是有一些是其中 今天在领唱的 欣怡 我的孩子们 凯勋 凯忍 这一些 你看 时间很快 我们要抓住服侍的机会 一去不再来 孩子们的成长也是非常的快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在我们看到今天这么多的孩子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很多的人力 很多的老师 一起的配搭 才可以形成今天这么漂亮的一个拼图 然后这个事工呢 我非常感恩 我有非常好的主日学老师团队 他们各按旗帜 把所有的工作做好 今年 我感觉到非常的特别 在去年 主日学主日之后 神告诉我说 主日学事工 刚刚开始 我那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动 然后这一句话 但今年呢 就随着时间在走 走的时候 哇 我就再看回刚才那个影片 我也非常谢谢 我们的IT团队 Michelle 修文 他们在帮忙 我们还有彩绘老师 所以我要分享一个见证 就是这个校园事工 其实 几年前我已经一直有一个感动 玉音学校是我的母校 也是大家很多人的母校 又靠近教会 可是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得着这些孩子 至少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我的主日学团队 有这么多的老师 主日学老师在玉音学校 要执教 所以我就有个牧师 谈起这件事情 他就问我 有人做吗 哇 这一句话 因为我们是外人 进不到学校 唯有老师自己本身 才可以进入到学校 或者学校的老师 愿意起来做才可以 今年 我就请了一个有经验的 谢玉闲老师 来我的Alpha Kids的团队 来分享 他怎么做这个事工 以至于让每一个 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有机会听到一次福音 所以我觉得太棒了 所以年头我请他来分享之后 我就祷告教托 我说神啊 很多事情我做不来 要你自己圣灵来动工 那么呢 很奇妙的 上帝就感动了 一位将要退休的老师 给他一个什么想法呢 就是在我退休之前 我可以为神做什么呢 在这个学校 哇 太棒了 就因为圣灵感动他 所以呢 他就愿意 去跟校长谈 拿起这个责任 并且我也感谢 利凤老师 也很主动地帮助他 丽兰老师 Judy 美英 学校有好多好多的老师 秀英老师 全部一起的配搭 我也感谢我们的教会 领袖团队 愿意出钱 买一些茶点 因为他们是放学后才开始 来支持他们 所以事就这样成了 这个是美好的事情 荣耀归给神 那么去年 我们先带动这个 Trono的事工 就因为我们曾经做过 Trono的事工 我们觉得 有时候时机 时间 一去不再回头 所以去年我们带动了 今年我们就呼吁 更多其他教会 来参与这个 Trono的事工 那我们今年也会 一个月去一次 也把机会 让给别人服侍 我很感恩的就是看到 Trono教会那边的 一些的人 起来 他们也开始了 关键100的成祷会 自从他们开始之后 他们也 开始这个祷读 线上祷读 366的祷读 变成他们的灵命 他们的会友 也成长 然后他们也开始 自己在台上 带领唱 不需要靠外面的人 虽然有时候 他们觉得 他们唱都没有 比其他的人好 但是 那些Auntie Auntie 跟少年人 都愿意在台上服侍 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还有呢 神也扩张我们的境界 有一节经文 我们亚比斯的祷告 圣愿神赐福于我们 扩张我的境界 参与我同在 保佑我 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这一句话 我一直用来 在我的祷告里面 跟神说 扩张我的境界 可以做什么 你让我们的主日学团队 去做吧 很奇妙的 今年我们受邀到 有一间教会 就是 Chash of Step 1 我从来没有机会 进去里面 去参加他们的崇拜 但是今年的 非常奇妙 他邀请我们的师生团队 一起去分享 所以我们就从 最年长的 带到最年轻的少年人 去那里做分享 感谢主 也因为这样的机会 他们也开始了参加 关键100的成岛会 哇 整个不一样 那么我们也可以 彼此的背答 今年 每一个拜议 晚上 我们主日学老师 一起背课 我就发现到 有国度观 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 是一样的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可以 我们也可以 互相的鼓励 把事工带起来 我也感谢主 给我一个 很好的 办公室 可以 在一个成岛会里面 神感动我 把这个备课放在那边 靠近 新荣家庭教会 有时候任何的资料 需要复印等等 他们都为我们 付出 就帮我们预备 帮我们排场地 真的我看到 别的教会都这样愿意 跟我们彼此的配搭 然后我们在线上 跟美菲牧师 来教导我们 来备课 所以 等下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 后面的一些的 作品啊 孩子们的专题啊 都是牧师 很用心地 教导我们 让我们的主日学 更有的创意 而且是动态的学习 所以我们很感恩 都是圣灵自己在当中引导的 然后美菲牧师呢 也非常愿意 说来 他就买了飞机票 直接就飞来 来帮助我们 所以美好的事情 就这样成了 在当中 我还是继续要谢谢 每一个事工 都需要 到钱 因为去培训 一个人都要几百块 孩子怎么有钱呢 有些的人 经济方面 不太理想 那我们会用一些方式 就是 鼓励孩子 要预备兴趣 他们读一章 圣经节 抄一节经文 若是可以抄完 新月 读完全部新月的 有抄来 就半价 抄完整本圣经的 一章抄一节而已 就可以全勉 我觉得 孩子们 我们需要灌输 圣经的教导 真理在里面 所以有一些孩子 有拿到这样的奖励 所以这些都是 很大笔的钱 在真中 我要谢谢 有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这样奉献 好多的钱给我们 常常有一些 God knows I don't know you But God knows you 真的很感谢你们 每一次就是这样子 放在主日学事工里面 以至于让我们 没有后顾自由 去做就对了 感谢主 掌声归给神 有这样的爱心的弟兄姐妹 好像亚太啊 我们猪八四啊等等 都有一些弟兄 都出钱 来帮助我们 那么这里就是 许多满满的感恩 当然我也感恩 父母亲们 感谢你们 对亲父堂的主日学 Alpha Kids 这样的信任 和支持 就是来帮助 有一些家长 在陪同他们孩子 在上主日学的时候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助手 所以谢谢父母亲们 阿公阿嬷 也鼓励他们的孙 来到我们的主日学 也谢谢学校的老师们 在学校 也鼓励他们来 这些都是 很多的感恩在当中 因为有你们 今天的主日学 才可以有今天 当然在当中 老师们是 最辛苦的 因为 像健洁传道说 真的 拜一备课 有时候我们听了 还有点猛叉叉 然后我们 还要另外再花 拜六的时间 我们再出来讨论 再等等 我觉得要做每一个事工 不是说书拿起来 看一看 读读 这样来讲故事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孩子在学校 已经听太多了 孩子的资讯 比我们更多 所以我们做老师的 真的 也蛮有挑战的 所以我们需要 更多的备课 更多的预备自己 我非常的鼓励 尤其是星期六时间 家长们 老师们 带孩子们来参加诚导 至少一个星期一次 建立这一个的信仰 最后 美菲牧师也提醒我们说 在这个事工里面 不分年龄 不管你几岁 在之前我没有这个概念 有些退休的老师说 校长我不要做了 我已经老了 让年轻人来做 后来我才知道 什么叫跨代服饰 就是年长的 到最年轻的 疲齿的配搭 大家都疲齿的需要 那我们很感恩 我们的团队 有最年长的七十多岁 最年轻的十多岁 来我们谢谢这一班的老师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大声赞美它 The King is coming 大声赞美他 大声赞美他 我们要敬拜 所有圈都断开 我们要赞美 直到全地战斗 我们要敬拜 直到他同在 Oh 主啊 愿你来 我们要敬拜 下眼必要看见 我们要赞美 耳聋必要听见 我们要敬拜 追退必要行走 Oh 主啊 愿你来 The King is coming The King is coming The King is coming 大声赞美他 The King is coming 大声赞美他 我们要敬拜 所有圈都断开 我们要赞美 直到全地战斗 我们要敬拜 直到他同在 Oh 主啊 愿你来 我们要敬拜 下眼必要看见 我们要赞美 耳聋必要听见 我们要敬拜 追退必要行走 Oh 主啊 愿你来 我奉承 因耶稣我奉承 我自由 因耶稣我自由 我被拣选 成为圣洁 我被爱 属于它不一样 从此不再一样 我活着 因耶稣我活着 我自由 因耶稣我自由 我被拣选 成为圣洁 我被爱 属于它不一样 从此不再一样 我们要清白 做连圈都断开 我们要赞美 直到身体战斗 我们要清白 直到它动态 我们要清白 直到你 我冲我冲你来 我冲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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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很漂亮 Oh, don't you get shy 謝謝Alphaki為我們所獻上的敬拜 現在我們邀請少年組組日學的老師以及少年人帶領結束詩歌 I believe, 我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 天賦創造世界 I believe, 我相信 耶穌斯利復活 I believe, 生命就在我心 I believe, 賜給我 I believe, 我相信 I believe, 耶穌是全身 I believe, 永遠的聖君王 I believe, 永遠的聖君王 I believe, 我清白 I believe, 我相信 I believe, 我相信 I believe, 耶穌斯利復活 I believe, 我相信 I believe, 耶穌是全身 I believe, 永遠的聖君王 I believe, 永遠的聖君王 I believe, 我敬拜 I believe, 耶穌基督的名 I believe, 耶穌基督的名 I believe, 照顧萬別 职场的祢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此万地独告 祢在哪里 可不不能胜过 祢在哪里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万既要回来 万后承认 耶稣记录 世界的主 祢在哪里 希望 圣诞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聚欢 我敬奔 高级耶稣基督的命 朝无法兵持下的命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聚欢 我敬奔 高级耶稣基督的命 朝无法兵持下的命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聚欢 我敬奔 高级耶稣基督的命 朝无法兵持下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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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林静杰传道为我们祝福 好 我们一起继续我们祝福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祷告 主要奉主你的名宣告 主要欺负他们的孩子 就是这个时代的领袖 主要奉主你的名宣告 主要欺负他们的孩子 主要他们在这个时代信仰要站立的稳 主要因此我祷告祝福 欺负他们的主日学事工 主日学的团队 主日学的老师们 主啊 你祝福他们 主让他们在日夜的预备 他们长年的预备 主啊 你的恩典要倾倒 主啊 你的能力要倾倒 好 让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主啊为你的国来建立 我们为这清福堂的每一位 我们向主你仰望 好 让我们初入都有平安 好 让清福堂是一个灯塔 成为光 成为盐 我们祷告的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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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拥有做你好 一起來唱 互相拥有做你好 互相拥有做你好 你好 天天空空 可愛 遊走 我請遊走 你好 嚇嚇 嚇壞 比起對球 也說一多力 生命你落你 真我中 我請遊走 你好 這裏比起來 我請遊走 你好 我請遊可愛 遊走 你好 天天空空 可愛 遊走 我請遊走 你好 嚇嚇 嚇壞 比起對球 也說一多力 生命你落你 真我中 我請遊走 你好 莫島平安善會 墓羅里麗 墓羅里麗 針應該在祝賀 來我們看 отдель位 可怕 iper